航空机组员返台检疫天数 5月开始已从5加5松绑为3加4 但松绑之后机师工会认为还是不够 因为根据现行规定机组员若执勤完 回到台湾筛检阴性 隔天可以继续执行飞行勤务 但同样的情况若变成是要出门买个东西 就不行仍得谨守3加4 执勤之前4个小时 我做完快筛之后 我就可以回到职场上班了 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你可以继续上班 但是你不能够自由的去做别的事情 但以台北市来看 新阶段能够进行已筛代格的族群 只有医事人员 政府防疫或防疫旅馆车队等5类人员 其他种类都不包含 也让机师工会扬言包围指挥中心 5月10号的这一天的中午 那我们有一些机组员还有他的家人一起站出来 机组员争取放宽检疫 但却有英国媒体点名台湾 短短几周确诊病例从每日数百例飙升到好几万例 面临可怕的垂直弹跳式感染 原因是解封太快 没能超前部署 预估夏季前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死亡率 在开放与紧缩之间的取好平衡点 TVBS新闻里国中叶峰伟 台湾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